语言方第三章第五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觉 主耶稣示范他 如何去到神的宝座面前 主耶稣示范他 如何从水和圣灵生 然后进到神的觉 主耶稣示范 第一是从圣灵生 但他如何从水生 因为我们看到他复活的时候 是不是带着荣耀 没错了 那个就是水 主耶稣的复活 甚至到现在已经是科学都证明 就是这个果尸布 以前是果尸一个这样的尸体 但是这个尸体突然间 是有超乎人类想象 更强大的光线 从身体发射出来 然后将这个尸体的面容 去映照了在果尸布 而这个果尸布 在今时今日已经是 被科学家很震惊地 形容就是一个真品 这个就是让你看到 主耶稣是从水和圣灵而生 有一天我们都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 那个就是水 明白吗 现在我相信你终于都明白 主耶稣在这里想说的是什么呢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昨天我们就说到 关于重温的时候的第一个节旗 如月节 如月节 主耶稣基督就是这只羔羊 这只羔羊 它一出生 它没有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 而它被献祭 主耶稣基督就是一个这样的榜样 它就是随着圣灵的带领 开始了整个计划 成为我们的榜样 它这个榜样很完整 明白吗 你会看到完整到就是说 你会看到它随着圣灵带领 随着圣灵而生 在这个荣耀当中诞生 并且示范给我们看 它有一个复活的身体 它告诉我们这个过程 就是叫做重生 主耶稣也是这个重生当中的创始 和成终 它在当日复活的时候 有没有示范了这个成终给你看 有 而尚在世界末日结束的时候 它也是负责这个成终者 就是带领所有的复活的信徒 坐着脚踏甲林山回到这个世界 所以你会看到 如果我们从这样的概念去理解的话 我们慢慢去数 我们就理解了 无论你在说的每一个节旗 都是神在那个时代当中 圣灵而生 并且是神的荣耀 做一个印记去吸引 是神的荣耀去使得那样东西 是发生了那个真正奇异的功效 是吧 就如我所说的 我们所说的三大节旗的 头一个我们总称叫做余节 里面无论在余节里面的每一个步骤 无论主耶稣这个钉一十字架 它成为初熟节这个果子 它成为磨酵节这个祭物 你要看全部都是什么 由圣灵而生 但也拥有这个神的水 荣耀的印记 我们真的从圣经里面看见 主耶稣在荣耀当中 去复活的 成为这个初熟的果子 而第二个重温就是 我们看到五尊节的时候 多了这个对比呢 我们更加肯定我们现在这个祝鹏节 祝鹏节里面的这个吹角节 属罪日和祝鹏节 我们就更加肯定会发生什么 祝鹏节发生了什么 是否从圣灵而生 当然因为五尊节根本就是 圣灵充满的 是吧 而事实上 接着的荣耀是怎样 我们看到舌头与与火焰分别落在头上 这个荣耀导致 诞生了当时新的教会 之前这些愚夫这些税里 根本周围逃亡的 明白吗 他们直成是害怕了这些 罗马兵丁会拿去杀的 但是反而反而变成这么张扬 三千人五千人信主 两天之间教会已经八千人了 你猜是做妹的吗 不是啊 是神的荣耀 一声诞生 而导致他们当时 进入另一个现实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国现实 事实上如果没有当时的新药教会 根本现在我们不会有新药圣经 而这个的BB仔 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当中 他慢慢人育 他在人类的血脉当中 他导致在每一个人类历史当中的 每一个的段落 神的圣言 神的同在 神的话语和神的触摸 从来没有在人类历史当中断过的 而事实上每一个时代当中 愿意去寻找神的人 事实上给我们看见 哥尼留一家的愿意去寻找神的话 神亲自去接触他 为什么呢 因为神在时代历史当中 他的孕育这个BB仔是没有断过的 每一个时代当中都有他有仆人 就好像就算教会被 适媚去被 这些法尼财人逼白的时候 就算宣练保罗盲了之后 大马色路上遇见主耶稣 他盲了之后 神都随时可以猜到一个门徒 去医治保罗 然后甚至带领他成为他的一个的辅助者 明白吗 任何时间这个BB仔的生命线都没有断过 他从一个最初的初形 一直孕育到我们现在今时今日 全部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看见 都是这个BB仔的这个重生 在全人类历史的重生 的事件当中 个个都成为一段落当中的负责者 保罗有他负责的东西 而实际上 新约教会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表征 当地能够理解这个事实的话 我们就理解现在我们将要进入住棚节 住棚节就是什么 就是那帮人开始搭棚 是不是 就是开始完成部分的了 就是住棚节讲的 他有一个新的復活身体 一个新的屋 新的一个居所 而那里还有神的同在 没错了 当如果是圣灵为你去做一个復活身体 你猜神能不能永恒的与你同在呢 当然可以 但是 怎样才能使到圣灵 为你去做一个居所呢 就是你懂得去跟神合作 住棚节根本就是在讲这件事 住棚节第一部分就是这些人 一定要懂得什么叫做吹角节 有要可听的就应当听 就是这个意思 吹角节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让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 我们究竟现在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 我们知道这个警号 记住 警号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吹角节所告诉我们 就是使你预备住棚节 就是这样的 就是预备这个復活的身体 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懂得有这些大旅行 早上吹角节 就是为等你预备好这个復活的身体 一个的 complete 一个的完成 所以你会看到 如果当我们重温这七个节旗的时候 你就亲眼看到 圣灵和水是从来没有停过 在这个宝贝仔的仇人之旅诞生 是从来没有停过去做他们的工作 所以你会看到 就算到我们真的带有復活的身体的时候 你猜那一刻会怎样 就像主耶稣当日 有这个荣耀的身体一样 但是是谁的工作 是圣灵 所以如果人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话 就不能够进神那个 所以这是一个认真的警告 也是一个认真的教导 而这个不是一个理论 这个根本是过去几千年当中的一个事实 不过我写当时的尼哥底母就不认识 而感谢主 在今天你和我 就竟然走在这个时代计划 这个真理当中 就是第三个大的节旗 住棚节当中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觉 人若在我主持下决爱 无限在我心风足胜在 情意在远方 恐惚万里三次海 神迹着爱只为我生怨 情愿在世间写出真爱 愿是在我心 伴我永没离开 主心恩多宽广遍到世间 春天秋夜夏日连燕尚葬 神恩最信实能够 昼雨的陪伴 永不分海 主心恩举现高远性深海 经千转天县 经千转力万代 愿未变改 诚心要赞 仗神恰恶恩惠 恩惠